实验一 溶解度的测定 溶解度曲线和结晶 实验目的 熟悉溶解度的测定方法及结晶的技巧 实验器材 同学们可依画面所示 于实验前将器材备妥 实验步骤 一 于试管中注入10毫升蒸馏水 加入2.0克硝酸钾 充分搅拌后直到固体全部溶解为止 二 将试管置于冰水浴中冷却 使溶液温度均匀且诱导结晶产生 仔细观察 记录晶体刚好吸出时的温度 三 每次添加2.0克硝酸钾 于步骤2之试管中 并重复12步骤 四 如此重复操作 至少测得8个数据 画出硝酸钾溶解度与温度的关系图 问题与讨论 问题一 加热过程中为什么需要搅拌? 答案 使热量均匀 问题二 实验所的数据与文献上的数据是否相符? 若不符,指出导致偏差的可能原因 答案 大致上符合,当加热硝酸钾的水溶溢时 会有部分水分蒸发 导致后几根试管的实验值偏差较大 我会有多数据是否相符的 我会有多数据是否相符的 我会有多数据是否相符的